其實以ICT產業來說 我們一般人可能不會太知道 鴻海在做什麼 但可以藉由這個平台去實際的 認識到鴻海的一些產業的內容 或是它的產品 或是跟哪些公司有合作 那這些東西一般來說 你不會在新聞媒體上面看到 你就可以透過連應這個平台去 更深入去挖掘鴻海的一些秘密 哦 OK 你們都很喜歡知道秘密有沒有 好 那請問你 你這個一個月的時間了 你怎麼認識鴻海 你知道了鴻海什麼樣的秘密 你有沒有跟我分享一下 哇 我們是知道了蠻多秘密的 真的嗎 我們這節目決定再錄一小時 對 這個可能要花三天的時間 要三天嗎 有這麼多秘密 好 我覺得還是保留一點好了 避免你下一個月就不在鴻海時期 有可能 明天就被 好啦 你喜不喜歡鴻海 當然喜歡啊 在場八位我可以保證一定 大家對鴻海的評價都是 95分以上 歡迎收看收聽今天的 IC夢想家 站在科技趨勢的最前端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藍軒 那今天的話呢 節目非常開心的邀請到一群 這個科技趨勢的生力軍 真的是一群哦 我說呢 現場看起來呢 好像是在拍全家福一樣 老老少少 這個加起來陣容非常的強大 但是你不要看人那麼多 加起來不超過100歲哦 沒有看笑的 因為他們都很年輕啦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的呢 是鴻海的氣象小組 什麼叫氣象小組呢 就是企業形象小組 那鴻海為什麼會要進行企業形象呢 我們就請了這個現場的八位來賓 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所以我們歡迎呢 鴻海的氣象小組 好 大家先鼓掌一下 歡迎自己哦 好 那今天現場的話呢 真的是各個這個都是呢 臥虎長龍來自於呢 各個大專院校不同的精英 那他們的話呢 有志一同的想要去參與 台灣目前呢 這個最知名的 最受全球關注的科技島當中的 趨勢的脈絡 他們希望能感受到 整個呢科技趨勢的節奏 甚至未來可能 投身到呢 這個科技趨勢的行業當中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先 一個一個來介紹一下 其實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自己呢 是哪一個學校 什麼科系 然後的話呢 為什麼要來到鴻海 好 所以我們先 這個介紹的呢 是在裡頭 有百萬網紅 這個等級的浩恩 我們先從浩恩來開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然後藍軒先生過獎 我們也並就是很幸運 這次真的能選到 鴻海的裡面 所以你們是用被選的 選出來的 對 我們其實這次面試 也許有些觀眾朋友 他沒有看到新聞 就是說這次是有700位 不管是海外海內的 這個大專業的校 有海內喔 海內就是國內這樣子 OK 國內 好 OK 就基本上是有我們的 700多個 700多位的 OK 選出8個 對 沒有 選出總共16個 16個 哇 OK 真的很不簡單 就是 只能說是幸運吧 我想 對 好 那所以浩恩 你自己本身是念什麼的 對 像我自己本身是念政治系 那我們大家可能也有介紹 有些人是念商館 有些人是念這種語文 然後還有像我們這種是比較偏 社會科學這樣子 那你自己在那個 你是Podcaster還是YouTuber 對 像我自己的話其實都有經營 因為其實像剛剛藍軒姐提到就是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一輩他們因為新媒體的崛起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人都有在經營各種的管道這樣子 對 OK 那請問你現在的訂閱數到底多少 沒有 我沒有很高 剛剛是有幾支影片確實是有破百萬 不過他現在的話總體來說我的粉絲數大概在一萬三左右 哇 那也很棒啦 好 這個是浩恩喔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是浩恩他骨子裡面就是經紀人 所以他打算要經濟這麼多人 你現在呢這個生意已經永遠不絕都上門了 這個藍軒姐好 然後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Andy冠宇 然後為什麼會叫做這個經紀人呢 是因為我們旁邊有這麼優秀的浩恩同學 那我們從小就認識 所以呢 我們就跟著他打造一個團隊 然後想辦法以後想要成為一個 在台灣來說很厲害的一個 具有影響力的一個網紅 那我們也專注在做一些教育相關的一些事業 對 所以今天很高興 很有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邊和您進行這個專訪 OK 所以是從事教育事業的 你是讀什麼的 我們兩個都是台大政治系的 對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人才培育方面是非常有想法 我們希望把所有的一切都帶給台灣的下一代 然後呢有更好的一些 你現在不是就是下一代了嗎 你還要帶給下一代 對 是不是 帶給新生代嘛 還是有更多更厲害的人才 然後我們去幫助他們這樣子 OK 不錯 很高山遠足 好 所以呢就是冠宇 那接下來這位呢馬來西亞來的是不是 對 沒錯 就是剛剛我們的浩恩有介紹嘛 來自國內外各大的高校都有來參加我們這個洪海的暑期實習 但我是很榮幸裡面唯一一個應該是唯一一個吧 被挑上的這個外國人 外國人 對 我很高興就是我們的Andy就是經紀人有負責帶領我們來到這個 這麼好的一個場地來接受藍軒姐的這樣的一個採訪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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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所以你是從馬來西亞來台灣特別就是念書 念哪一個學校 對 我念師範大學的英語學系 所以我應該才是真正要教育下一代的人 哈哈哈 真的是 OK 好 所以大家都很有心要教育下一代 對 好 非常謝謝Luke 那我們可以接上來 嗯 你好 我是黃子玲 Amy Amy OK Amy OK 你好 你好 我是交大傳播科技學系碩士班的學生 哇 Joda OK 嗯 然後妳叫做海公公對不對 哈哈哈 這什麼叫海公公啊 哈哈哈 其實海公公是洪海在一些論壇的代稱 所以 洪海的論壇的代稱叫做海公公 就是在一些論壇像PTT啊之類的 他們在談論股票的一個對洪海的代稱 哦 這樣子嗎 對 這個我幫他補充一下好了 對啊 妳補充一下我還沒聽的 因為我們這位同學不要看他感覺是文質冰冰 其實私底下對於那個股票操作啊 金融市場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們七位就對他崇拜如雲 我們就賦予他一個稱號叫海公公 真的 所以低桶金就靠他了對不對 可能不止一或是二 哇 那剩下來就不能講了 八桶金啊 哦 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叫海婆灰還要叫海公公啊 這不是你的綽號嗎 你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機密 這是機密 OK好 這是機密 我們待會兒呢 最後留到最後的節目呢 最後來揭曉謎底啊 好 那好 最後第二排的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師範大學的陳麗翰 那我目前就讀 他也是舊於下一代 你看 你們那這個越竹帶跑了 沒有 其實我們 厲害 我們這邊師大幫三個人 只有一位是就是 適合從事師資的 就我們兩個都是比較 偏商業走的 對 哦 這樣子嗎 OK 對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也是夢想要當老師啊 但是後來發現自己的人格特質比較 比較沒有耐性 就是對待小朋友的時候可能會 就是 脾氣不太 不是以暴力嗎 沒有到暴力 沒有到暴力 所以後來是決定就是往公司上好好發展 哦 這樣子 所以你是對科技業有興趣 對 因為台灣以目前狀況來看 其實科技的發展還是算是第一嘛 事實上是啊 半導體啊 或者是AI啊 目前在台灣都是在風頭上 所以就是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他也需要有一些文史背景的人來跟科技對話 對不對 OK 好 非常謝謝 這是厲害對不對 那接下來 大家好 我是S馬 S馬 據說他要我稱他S馬姐 因為他是那個團隊當中呢 最 五十年 五十年 他看起來很年輕啊 謝謝 青十年年最成熟啊 好 好 S馬姐 你也是師大 對 我也是師大 我是師大東亞學系 然後又升四年級 東亞 對 東亞學系 對 趁機宣傳一下好了 反正他就是我們自稱師大外交系 希望那個 嗯 這是本人立場 就是不代表師大 對 但是 OK 那很棒啊 就是有外交系 就是有心於外交工作就是了 是 嗯 嗯 好 對 很不錯 謝謝 謝謝 OK 好 那接下來 嗯 大家好 藍綺姐好 我是任君文 那我叫Mia 英文名字 Mia OK 對 然後我是中央大學氣管系的碩士生 嗯 所以你聽起來最像比較符合紅海本業的對不對 氣管 嗯 比較 對 應該算吧 在這裡面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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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你們來說的話 對於進到科技業這個領域來說 有什麼樣的想像 同學們都會很想要往這個方向去走嗎 我的同學們倒是還好 大家可能都比較想偏金融業 或者是目前比較流行的電商 哦 電商 嗯 這樣子 對 所以你比較異類就是 所以你在米走中叫做米亞星 哈哈哈 是這個意思嗎 米走星球的感覺 米亞星的故事嗎 哈哈哈 那你也有看盟學院嗎 我沒有 啊 嗯 就是 哈哈哈 我幫她補充一下好了 OK 好 這個盟學院因為是我們這邊 厲害的大監製那個Bekky姐以前製作過的節目 然後我們 Mia因為非常喜歡那個節目 然後又加上Bekky姐的關係 所以她就把她的米亞跟米亞星連結在一起 那是裡面的一個角色 OK 所以背後是有故事的就是了 就是紅海的這個也算是一個秘密 對 好 那最後一位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也好 我叫徐萍好 目前是政治大學外交學系說山 哈哈哈 哦 也是外交哦 嗯 就剛剛聽到有一個那個 師大東亞自稱外交的我就是嚇到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要PK了的感覺 你看嘛 有不是教育系的 不是師大的要教育 教育下一代 有不是搞外交的要做外交 好不錯 就代表大家都對彼此的這個工作本身很有興趣 好那所以你加入到 紅海來實習目的是想要過一個什麼樣的暑假 其實我一開始投這個實習是陪我朋友投的 但是他後來沒上我有上 哈哈哈 真的好緊張哦 請問你有什麼學習 但是我是 就是我對紅海未來 因為紅海是台灣業界做一頁區公司 非常知名的一間 所以我想說藉由這個氣派了解說 未來紅海怎麼帶領台灣跟其他企業走向永續的世界 嗯 嗯 ok 好很棒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有八位啊 這真的是生力軍啊 來到這個現場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會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紅海過去來說的話 那是台灣代工龍頭最強的 他比較少對外去打造 或者說去特別宣傳他的企業形象 但是呢今天有這麼多的 這個年輕的朋友到現場來 而且他們在暑假的時候呢 就是加入紅海的氣象 氣象小組 企業形象小組 所以顯現出來的話呢 事實上紅海也在進行轉型 而這些呢 生力軍也打算替紅海呢 打造一個呢 跟大家更能夠有連結的 不一樣的一個企業形象嘛 那我們當然知道 其實就像我們這個節目 現在在網路上面播 也在Podcast裡面播 所以現在媒體的 特性 跟他的一個被大家所認知的形象 已經不斷的轉變了 所以目前呢 這八位 我們講到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各自都擅長不同的媒體 打算透過這個媒體 來替紅海 打造這個企業形象 很多種耶 我們再來 請經紀人來介紹好了 你們各自有什麼樣的分工 然後這些分工是 為什麼這樣子去設想 我想我們其實就是挑了現在 主流上面比較有名的 八個社群媒體 然後也不只局限於在台灣裡面 然後我們有大陸地區 然後美國等等 那我們透過 其實我們大家使用 每天都要使用非常多社群媒體嘛 那我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們對於這些社群媒體的看法 以及他怎麼幫助紅海這家企業 打出更好的知名度這樣子 嗯嗯嗯嗯 大家猜猜看是哪八種這個社群媒體 新的社群媒體真的很多耶 你們有經過一樣海選嗎 就你們是700多個海選出16個 你們的社群媒體有限那麼多 你們怎麼挑出這八個 當然就是說社群媒體很多嘛 但是其實因為就是 社群媒體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當一個社群媒體 他擁有的粉絲數越多的時候 他能夠再吸引更多 用戶的這個能量就更強 這個叫做所謂的社群效應 所以雖然社群媒體很多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路上問 這一種20到可能3、5、40歲的人說 他們實際有在用哪一些 用的對不對 其實就講到之後還是就是那幾間龍斷 那幾個所以什麼 Youtube 對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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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抖音 可能跟我們的族群比較不一樣 但確實抖音 OK 然後現在比較年輕人 比較新興的 然後FB想要去用他幹掉 Twitter的就是要 Thread Thread OK 你們真的很多人在用Tread嗎 這個的話我們可能要等到後面的話會有一個專門的Tread 專門負責Tread的那位同學 他會跟藍全傑分享他如何經營那個Tread 然後如何成為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網紅 OK好 但我中間看一下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我發現喔 這雖然兩岸關係有點緊張 年輕朋友們用大陸的社群的人還不少耶 小紅書 哺哩哺哩對不對 哺哩哺哩 哺哩哺哩 還有什麼 其實抖音某個程度也算是嘛對不對 所以小紅書跟哺哩哺哩 介紹一下 這個可能 我不太確定在場有沒有 但是因為像我其實剛從大陸工作回來 對 所以像大陸的話基本上全部人都有 抖音小紅書哺哺哺哺哺 他們還用快手啊 對 但是他們其實組織不太一樣 像Bilibi它focus是這種長片 超過25分鐘的 所以在上面可能會看到 它有點像是中國的YouTube 可以這樣想 但是它又更多是這種二次元的 喜歡動漫的人在上面 喔 動漫 不過很多這種知識型的長片也會在上面 OK 所以那是Bilibili Bilibili 那小紅書的話基本上你可以想像成 它就是台灣的IG加Google 大家其實搜尋資訊會在上面 比如說我要買個藥 我想要知道大家的這個評價 我想要知道某個衣服 大家推薦去哪裡買 我都會上的小紅書 對我以為它比較電商跟網購耶 對其實小紅書一直想 因為這種媒體它最後要賺錢 只能靠兩個嘛 第一個就是廣告 第二個就是看各位直接在電商裡面去購買 但是小紅書就是他們高層的原因 其實一直沒有發展起來電商 所以主要大家還是把它做一個媒體來使用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OK好 所以這些我們剛剛講到的 那麼多的社群平台 大概就自由認購 是這樣子嗎 我們這邊就是自由的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一個地方 是我們自由民主 OK好喔 那是不是我們就來跟 每一個都會認購了一個社群平台之後 就用它的特性 然後試圖想要替這個紅海 打造出它的企業形象 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這個時候這次採取自由的舉手 誰先說 因為每次都他們兩個先說 那我們就有馬來西亞代表先說好了 好海外代表 那你是認購 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是認購 就是一個經典老牌的社交媒體 臉書 經典老牌 對 因為臉書畢竟也已經運營了蠻多年 從它 20年有沒有 有嗎 有那麼久 其實差不多有 對 就是臉書現在對於年輕人來說 算是一個 蠻尷尬的存在 對 考慮到它的用戶群體 就是 基本上每個人 文心我覺得你坦白說好了 不用這樣子 好 覺得傷害我們的心 對你們來說臉書一個 是什麼樣的一個社群媒體 是爸爸媽媽的社群媒體嗎 是有一種過於老舊了 對 對於年輕人來說實話實說 真是如果有冒犯 非常抱歉 好 沒關係我們呢 有強大的心靈 我們心臟很大顆 還繼續說 但它還是有它的優點 就是它的人口基數非常龐大 然後上面的資訊量很多 年輕人也不是說完全不使用臉書 而是我們更換了一種使用方式 我們不再是像以往 就是以前的用法 在上面刊登很多生活相關的一些 自己的資訊 比較傾向於在臉書上面進行搜索 像是一些很多社團 社團 社團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的項目 對 OK 那如果這樣子的定義定位 這個臉書是一個比較成熟的人使用的 然後比較是以社團為主的話 所以你們在裡面會跟鴻海做什麼連結 我覺得如果鴻海現在想要在臉書方面進行宣傳 因為像剛才有分享到就是鴻海以往 就比較不經常在臉書上面做一些品牌上的塑造 因為它比較是B2B嘛 對 如果現在才進行這種B2C的一些塑造 可能有一些些的太晚 所以我覺得可以與其直接重新塑造一個專業 我們可能可以試圖經營一些社團 就是社團比較容易引起廣泛的討論 OK 而且也比較容易在這個廣大的臉書用戶詞裡面 尋找到一些我們想要找到的人 然後讓它在社團裡面進行一些發酵 喔 這樣不錯 所以你建議如果鴻海要經營臉書就去經營社團 對 那去找到裡面的同好 或是說可以去討論一些科技趨勢議題的人 對 這樣子可以引發更大的迴響 OK 好 這個海外代表對於台灣還蠻了解的 好 我們休學再回來 那國內代表呢 是不是對於鴻海的企業 以及如何運用社群品有更多獨到之處呢 有更多年輕人的想法呢 我們休學了再回來 好 請你回 bate 我們到處岡了 好 我們到處岡了 這一套 新郎 成縣 Zither Harp 冬有冬的雪花 春有春的草绿 天有蓝色的湖水 白月爱沐浴 篱笆外的油彩花 吻着黑蝴蝶 馋醉的阿哥吊着 河里的大雨 山更清 阿水更绿 让中国更美丽 美丽的大自然 是你我 共同的家园 从你做起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让爱通过心 隐隐在大地上传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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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像是以我自己来说 我在选定一间公司之前 我其实是会先去查找那间公司上面的 就是跟我会不会有一些背景是类似的人 然后会试图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OK 因为LinkedIn跟 它就有点像是结合LINE啊 脸书这些功能 但是它比较会像是在工作上会去使用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高阶主管的一些资历背景啊 或者是他们专精的一些技能 是没错 OK 所以如果你是鸿海人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使用LinkedIn? 我自己是觉得 鸿海如果是要接轨到全世界的话 基本上LinkedIn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 同意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资历蛮高的 比如说大于10年的一个主管的话 中高层主管 中高层主管它可以在LinkedIn这个平台上面 去撰写一些它过去带过的专案 或者是它在鸿海可能是 在产品方面有哪些贡献 那它写上去之后 其实以ICT产业来说 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太知道鸿海在做什么 但可以藉由这个平台去实际的 认识到鸿海的一些产业的内容 或是它的产品 或是跟哪些公司有合作 OK 那这些东西一般来说 你不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 你就可以透过LinkedIn这个平台去 更深入的去挖掘鸿海的一些秘密 OK 你们都比喜欢知道秘密有没有 好那请问你 你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怎么认识鸿海 你知道了鸿海什么样的秘密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哇我们是知道了蛮多秘密的 真的吗 我们节目决定再录一小时 这个可能要花三天的时间 要三天吗 有这么多秘密 好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好了 避免你下一个月就不在鸿海睡了 有可能 有可能明天就被 你喜不喜欢鸿海 当然喜欢啊 在场八位我可以保证一定 大家对鸿海的评价都是95分以上 哇哦OK那真的 99吗 哇那你比较狗腿 开玩笑了 好那接下来是 S嘛对不对 S嘛机 来来来 你是负责哪一个媒体 Threads 就是苏春的翠 对 好咯 那怎么个翠 嗯 就是其实一开始 我还没有在翠刚 在台湾流行的时候 我还不是第一批用的 我是后来看到身边的朋友 都来用就觉得哇 在这么多社交软体的 就是条件下 我还要再下载新的 对啊好多嘛 对啊而且它其实崛起的很快 对真的 在经过上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 特别快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所以学政治的应该都非常了解 是是是 台湾好像是 就是使用量算千金米的一个地区 对 那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 在政治活动上面比较常被使用的 那现在如果是企业的话 要怎么运用翠 嗯 我觉得翠上面的用户 主要都是在分享生活 就分享自己的日常想法的感觉 OK 对 所以像我在翠上面就是会分享 我时期每一天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嗯 对 那大家反应怎么样 大家 我这边有一位忠实粉丝 忠实粉丝 这个我帮他回答一下 你是他的忠实粉丝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 这也是一个秘密咯 哈哈哈 就回到刚刚一开始 蓝轩觉得想问 为什么我叫做他们的经纪人 就是因为 我们有一天晚上突然划一划看到 诶 数位谋面的同学 居然是我实习的伙伴 然后呢他在上面的发文的点击率啊 留言数啊都非常的高 因为其实现在上面的年轻人 非常想知道鸿海这间公司 到底能带给实习生什么 所以我们这位同学 同事 他在这边分享一些鸿海实习的经过啊 学习到什么 然后包含我们的午餐啊 以及我们每天 我们公司里面提供的福利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年轻人非常想要看到的 所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推广出去 其实也帮我们鸿海 提升了他的企业形象 真的吼 那鸿海有没有另外付钱给你啊 呃这个我我要跟后台讲一下 哈哈哈哈 有发现大家都很会开玩笑的有没有 OK好所以呢 你就是负责在翠上面 就分享这些生活就是 对而且我发现 只要有分享大概鸿海 面试就是通常点击量 我发的点击量不会到很高 可是那时候刚面试完 然后我就发了一篇说 啊鸿海面试好硬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一篇就有大概 两千多的观看次数 就是跟其他我的天文相比 就是高非常多 所以显然鸿海在台湾 那年轻人的心目中 还是一个非常棒的品牌 是是是是 嗯嗯 OK好 所以第一点 而且重点在来说 以前都会觉得 好像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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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的学生 或者是阿宅才会要进到鸿海 现在好像变成范围很广了 对不对 好像他们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 嗯 OK好 那接下来米亚欣呢 我负责的平台是小红书 小红书 那我先讲为什么 就是其实应该蛮多年轻人 都有在用小红书 那因为小红书它是用影片的方式 我先问一下 你们平均每一个人到底有几个社群平台啊 比较常在用的一些社群有几个 比较常用的 有几个 IG FB 翠小红书 我大概这样子 就四个 对 你们有人超过的吗 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是不是 现在应该都是五个左右 就四五个 哇OK好来继续 对 然后反正想说上面就是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喜欢看字嘛 大家都喜欢看影片 而且都要短的 嗯 小红书 对 然后呢 然后它就可以很快的画 而且上面 不管是 虽然它是中国的APP 但是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有在用 嗯 然后它不管是11柱形 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嗯 而且它可以有一些 比较自动化的推播 就是可以照你 可能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小动物 然后我的页面就都会有小动物 哦 那它有点像抖音啊 它是回过头来追踪这个使用者的 它喜好嘛 它比较像 它温和版的抖音 哦 温和版 那所以抖音比较激烈是不是 抖音对 比较激烈是什么意思 哦 它黏黏黏的很紧 留言部分比较激进 哦 所以你们就比较不喜欢抖音 比较觉得温柔 温和一点的小红书好一些 小红书上面的人比较 比较温和 善良 而且比较有钱 这有钱 真的真的真的 哦 有这样子 下面帮他补充一下 好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小红书上面 女性用户特别的多 这个也是一个现象 那其实是因为上面蛮多一些美妆的教学啊 穿搭的教学 食品的推荐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小红书上面 他们刚刚说到温和 有一部分是因为跟女性观众 比较多有关系 哦 那所以激烈的意思是会交战的意思就是 有什么什么小粉红啊 有什么东西 有可能会有一些意见相走 但是因为比如说你像穿搭啊 化妆这些是比较软性的一些题材 那可能就不会语言交锋那么激烈 因为上面大陆就是白领 对 白领居多是不是 所以他们用小红书都是作为这种 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 他们如果要搜集相关的资讯 要获得参加 他们可能在商量 所以因为这一个经济社会地位的这个趋势 是这样子 像我的很多女性朋友 很喜欢 你很喜欢就划小红书 嗯 好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鸿海该怎么样 因为用小红书 它有很柔软的部分吗 我觉得鸿海可以先经营一个自己的小红书 然后首先可以分为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吸流量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拍会让人家想看 可能像是员工的一天 或是吃 呃鸿海大家午餐都吃什么 或是什么 最近很流行的是看员工的包包都装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来吸流量 嗯 女生会看 对 女生会看 然后呢 先吸 吸了流量之后 我们可以再做另一个部分 就是可以介绍说我们鸿海的集团里面在做什么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新技术跟我们的新产品这样子 嗯 然后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这样子 哦 OKOK 看起来不错哦 有有有心得 有有规划哦 对对 嗯好 所以那话可能可以 呃可以考虑一下哦 不过这样听起来鸿海蛮忙的 接下来那么多平台都要去啊这个努力做一些布局 好那接下来你你在哪一个平台 我这次要介绍平台是也是一个金字老牌的社交平台 然后它是第一个以影像分享形式风鸣全球的平台 叫做YouTube 对对对 嗯 OK好 嗯 没错 哈哈哈 就这样就这样的吗 哈哈哈 只说还能吗 不会吧 哈哈哈 然后顺便宣传要是进来鸿海也开了一个他自己的YouTube的channel 就是观众朋友们可以追踪一下 嗯 真的吗 有吗 鸿海在YouTube上有一个自己的channel 对对对对对 除了IC梦想家吗 哈哈哈 是 哦 大家可以去研究 这样子 OK哦 对对对 了解 好 那所以你你对鸿海的一个一个月实习的心得是什么 我对于鸿海目前因为在鸿海实习是呃在各个不同的部门轮調 像我们现在是在内湖的大楼实习 然后主要是在进行企业沟通 呃 比如说与外部厉害人啊 或者是投资人或者是政府部门沟通的 实习的内容 嗯 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是蛮不错 可以让就是真的一个不了解鸿海的实习生 嗯 然后在这两个月可以彻底沉浸式的了解鸿海 这个企业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怎么样 嗯 嗯 生产新的产品等等等等 那你这样你会想留在鸿海吗 欸如果有那个preoffer的话就是 哈哈哈 我会我会 他现在是属于什么offer你会比较适合 你是念外交的不是吗 我是念外交的 那所以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我会对那个企业 呃企业政府沟通部门会蛮有兴趣的 有这个部门 有这个部门 刚刚就讲说有一些沟通的部分 lobby的部分是不是 是是是 哦是这样 ok好 所以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呃这个呃 四个动了很多脑子 这个经过一个月的实习当中呢 觉得可以奉献给鸿海的地方哦 那接下来海公公 哈哈哈哈 我是负责bilibili 啊bilibili 嗯 然后就我同 请问bilibili的特色是 我们刚刚讲到 刚才浩恩讲到 就我同刚刚浩恩讲的 就是他是原本是ACG的内容起家的 所以吸引蛮多二次元的爱好者 那他现在其实不止二次元 就是像是一些 呃韩星相关啊 或是美妆科技等等的影片 嗯 都会就上面都会有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他的特色就是 上面的用户感觉更容易 因为那些兴趣 共同的兴趣来形成一个社群 然后就可以在上面一起 可能制作影片啊 或是 嗯 讨论影片这样子 嗯嗯 欸你知道红海君有拍一部电影吗 你说量子 对可以把它丢上去 因为对不对 他可能跟一些一些影片啊 电玩啊什么他特别感兴趣嘛 对不对 上面也蛮多就是可能会看完电影之后进行解说 就是对这个影集进行解说 这样子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宣传方式 因为我自己看到有趣的内容 我就会直接点进那个影集直接观看 嗯 这样子 OK那对你来说的话 那你你看到红海跟你就是远远看红海跟你进到红海这一个月 你觉得有差差距吗 我觉得因为红海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我觉得蛮神秘的企业 可能是他的企业特性就是他不能公布太多内在的东西 对那我现在 听起来说 有点像一个情志单位的感觉 开玩笑 嗯 但实际进来之后就发现红海真的跟外界讲的不太一样 就是对我自己觉得红海算是一个非常就是在ESG都很有一些努力一些成就的 然后对员工的培训啊发展还有一些福利也都是非常用心的 嗯嗯嗯嗯我觉得红海应该是真的以前比较是专注在制造跟代工 所以比较少跟一般大众接触才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神秘面纱的印象 对不对 嗯OK好所以现在当台湾我们就说了 其实台湾未来越来越需要软硬体整合哦 所以红海也往这个方向去转型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去认识台湾科技台湾红海的一个好机会哦 好那我们刚才呃有已经有这位马来西亚的海外代表了 所以我们跳过回到呢来浩恩跟冠宇 对 好所以你是负责你自己 我负责对不过但是我觉得 你有负责哪一个社群吗 我自己没有帮红海负责社群 嗯嗯对 对我自己像刚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特别对人才培育这一款有兴趣 而且我们特别对这种能够帮助台湾人才走到所谓的国际很有兴趣 嗯哼 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因为政治的关系 其实台湾呃我们刚其实提到很多社群媒体都是中国嘛 但因为台湾一些政治原因其实 嗯哼其实中国的这个媒体虽然说啦可能有一些资讯是比较政治化的 嗯哼 但不可否认对不起全世界最多用华语的还是在大陆 嗯 所以大陆呢其实它上面有很多种科普啊历史啊商业分析 嗯哼其实不错 那台湾的可能像我们年轻一辈因为政治的关系我们可能比较少用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很可惜 那我们其实对一直以来就是这种很多国际企业的董事长 通计企业董事长啊各种董事长其实都是说 哎台湾的人才好像技术很强但是对这个商业跟世界观可能少一点 嗯那疫情之后其实因为很多同学少了这个出国留学跟交换的机会 其实台湾就我们所说我们是蛮很多人对这种能够去到海外工作的机会 其实非常有design的这样子 嗯哼 但是呢那鸿海身为一个就我们就要拉回来说 那我们到底要用鸿海的这个媒体做什么东西 鸿海呢我想是少数台湾这种超级国际化企业对吧 嗯那我们其实有资源去做这种ESG 然后我们有很多领域其实只有鸿海做的到EV 嗯这种卫星这样子 嗯那我们怎么样透过外国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举证 就是说我们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这个资源跟荣誉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现在这些媒体的演算法去把这些东西推给不同的群众 那我想我们刚刚提到不管是Podcast或IGC 它都只是一个工具啦但是最明显核心的就是还算回到就是我们中央的核心 当然他们去说那我们到底在这个东西它似乎能对企业雇主形象 然后跟这种大众形象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那我们在企业雇主我们到底想要征求什么样的人才 然后才会去想说那我们IG我们通过短音音我们要去呈现我们哪方面的成就这样子 这是很广但我认为说像我自己就很会被鸿海吸引 因为我们以前到外如果到外商的话对不起你在台湾就是一个sell deck 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但你在鸿海你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央决策的 那我觉得鸿海这种就是我们到各个海外去设厂也很符合台湾人 就是在早一些年因为国际社会的打压或是华人的一些特性 我们的故事线我们的民族性本来就是一个很善良场到海外去打市场的一个民族性 所以我认为鸿海对于整个台湾人的一个文化 其实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也很期待鸿海能够透过这些媒介来让整个台湾人的这个文化性 对自己还有对自己前面有那么多的企业家感到骄傲 对是我的想法 OK很好哦 好那接下来冠宇呢 我最后就简单跟大家说个位好了 因为大家刚刚蓝轩姐前面有提到嘛 我们是鸿海气象小队 嗯对 那我们其实就在提升鸿海的企业形象 那鸿海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全球24个国家超过200多个厂区 那需要透过这么多的社群媒体进行推广 那其实这也就代表了鸿海需要我们这8位 那也希望我们这8位在经过这两个月的培训之后 能有机会来加入鸿海 帮鸿海打造更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传播出去吸引更多人才 那我们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的想法这样子 哦不错已经直接在对鸿海呼喊了哦 就地留人对不对哦 这个既然那么的认识 而且听起来的话呢 各个呢有模有样哦 这个各自呢虽然认捐了一些呢 这个社群平台还不是只有认捐而已 是真的很认识去想这些平台的特性 以及跟鸿海呢要如何呢去维持关系 怎么去打造鸿海怎么去推广鸿海哦 好所以呢这些呢看起来呢年轻的小小兵 即将要这个立大功 好非常谢谢呢 八位这个未来的这个鸿海人妈 好那今天呢就我们的访问 跟我们聊到那么有趣的哦 这个年轻人怎么看待鸿海 以及鸿海怎么样面对年轻人 谢谢啰 拜拜 谢谢